一起降溫 舞台四周圍多管灑水 降溫設備一起轟炸 就像炸彈一樣 好大喔 都濕了 水就像暴雨一樣 沿著拋物線往下砸 好煩 搖過去民眾手緊緊抓著雨傘 能擋多少是多少 但就算穿雨衣 也會全身都淋濕 高雄啤酒節燈場 主辦單位灑水降溫 但這水的量似乎有點大 後拍民眾聽到炮彈聲 有多遠閃多遠 降溫系統也被抱怨 什麼水霧降溫 根本是大型水槍 搖滾區跟暴雨一樣 這是什麼死亡預告嗎 比較後面的幾次準備要噴的時候 他們有跟主辦說 不要 鮑魚般的降溫系統評價兩極 而小高機場則是幾乎每天 都有韓國藝人入鏡 穿著綠色背心看到粉絲 臉上掛著微笑 熱情衝過去簽名 她是Jessica 歌迷看到本尊超興奮 高雄表演歌迷超期待 但搖滾曲也發生 網友碰文抱怨 說自己朋友比較晚到 竟然有後面座位的歌迷跑來坐 還說因為前排視野比較好 敢也敢不走 高雄皮跳節辦得熱熱鬧鬧 從搶座位亂象 到超狂暴雨般的灑水 都讓歌迷們印象深刻 記者葉正雲燦五言 王書宏 高雄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可以可以 主要 小鈴鐺 從 約 七